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民众每天好像是在上演这个超越障碍 或者是被迫走上马路 甚至于还造成这个死伤 你说没钱的话 可是我又看到了 在前瞻预算之中 政府编列了244亿 作为道路品质的改善 日前更编列了7年420亿的 永续提升人车安全计划 总计664亿钱要怎么花 新北市议员林金杰在现场秀出照片 表示家门口20公尺就有三只电线杆 相当夸张 台北市议员张思刚则认为 台电对迁移电感不够积极 没有人相信我家门口有三只电线杆 20公尺有三只啊 来我跟各位看一下 我们家门口你看20公尺 1、2、3 有三只耶 我说为什么我家门口 成天路28号有三只电线杆 当了议员我也没有办法解决 当了立法委员的独家者也没有办法解决 十几年就是没有办法解决 普遍存在的人 跟车要争到 因为你看红线以内 有电线杆没有办法走 那人就在走在红线的外面嘛 那是不是要跟车子 人跟车要争到 一年因为人车争到 以至于变成行人地狱 每年都死了这么多人 我觉得中央一定要重视这样的一个问题 我们移根电线杆 要花两年半的时间 为什么 第一个我们发现那个问题之后 台电一会开二会开 我发现台电在移电线杆这件事情上面 基本上都不太积极 都不太积极 第二个我们还要帮他找地 帮台电找地 找到地之后呢 找到一个 我们在市东路那边 找到一个 有关法院的地 法院的地 法院说好 那我要跟台电收租金 那台电当然说 我没有钱要给你租金 所以就一拖再拖 公文跑来跑去 最后呢 我们在另外一边 找了一个室友 公园处的地 愿意呢 协调呢 给他一块来把这个电杆移走 台北市议员李明贤和徐巧新 也秀出照片指出 电杆变电箱占用问题严重 让人行道化设 形同虚设 我举例一下 昨天我在台北市议会 总咨询的时候 南港路二段 短短250公尺 有多少个电杆 电杆 真的比你比较多 交通杆10个 灯杆13个 电杆15个 电箱2个 中华电信的电箱 有2个 消防栓有2个 还有花台10个 加一加刚好 55个 其中 250公尺而已哦 所以这要怎么走路啊 是这样 然后我们过去会看的时候 我们所有共同的经验 都是这样子 很明显的 其实电线杆呢 跟相关的设施 已经占满了整个人行道 所以这个人行道化的时候呢 基本上是形同虚设的存在 因为人行道化了之后呢 人是没有办法走的 那第二个部分呢 这个也是在 所谓的人行砖上面 那人行砖上面 跟大家讲 这个地方呢 非常有趣 就是一个 如果你下雨打伞 然后你会过不去 因为它已经被这个 电线杆呢 所挡住了 所以你只要 把你的雨伞打开 基本上你没有办法 从那里经过 那由于呢 这些变电箱的迁移 都有赖于中央 所以希望说 我们在谈 人本交通的时候 第一件事情 就是可以 把在人行道上面的这些电线杆 变电箱可以移除 那这样子的话 那这样子的话才有可能不要在明明有人行道的情况之下 却要逼迫人车争道 那导致伤亡 导致危险 桃源市议员 牛许廷 与台中市议员 黄建豪 则是呼吁中央与地方 应争取资源 加速电杆地下化 同时电箱设置 也应有配套措施 因为我们在地方 长期推动电杆地下化 电箱的设置 如果一定要在平面的话 常常会有一个状况 也就是说 其实政府想推电杆地下化 其实大家都同意 但是电箱要放哪一家的前面 大家吵架 然后吵架之后 整个案子就卡住 那甚至有些时候 地方政府就用这个为理由 其实就托缓了整个 电杆地下化的 这样子的一个进度 那我觉得这件事 应该有一个配套措施 比如说我们如果电箱放在 比如我们这一排 我们要放在明显议员家前面的时候 是不是有一些 比如说房屋税的减免 就是说你可以提供一些 回馈跟诱因 让整个电杆地下化的 这个速度可以加速 我觉得不管是从中央或地方 我觉得都应该设计政策配套 让它可以做得更顺利 为什么会有电线杆 也有电箱的存在 那刚刚我们台电回应说 其实这些东西都地方 大家可以同意的 其实我们要讲的是 很多时候是被迫 他只能同意 因为有人要住进来 有人要使用电 他一定需要用电的时候 他就只能随便选一个点 来设置所谓的电箱 那这电箱一设下去之后 就会变成后续要再把它移走 所以耗费非常多的行政成本 所以我们要再次的拜托 我们所有中央单位 在面对用电的需求 是民生需求的时候 一定要让电箱 让这个电的地方 有合法的地方可以放置 而不是用来阻碍人行道 对此交通部陆政司表示 在经费上会全力协助地方政府盘点 并改善人行道措施 而台电则表示 设置电线杆与变电箱 是为了提供民众生活必须用电 若变电箱妨碍到行人 有适当地点 台电都会全力配合迁移 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电干电箱 都是民众申请用电的时候 才去设置的 台电不会无端去设置这些 这些电干跟电箱 那每一个电箱跟电感的位置 他也一定是透过 我们申请之后 那要去会刊 刚才提到过 所以不管是委员办公室 或是我们的议员办公室 其实都常在做这件事情 就是帮忙台电跟这个用户 所以我们民众 他申请电干之后 他申请用电之后 要把这个电干或是变电箱 放在哪一个地方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增值 道路主管机关 现在也一直在处理 包括公共总局 也很积极在处理这一块 也在盘电 那台电事实际上 也都在配合 我们这个道路主管机关 在做这件事情 只要是妨害到人形 妨害到人形 妨害到的 甚至于跟法规部合 我们一定会改 跟法规部合一定会改 那妨害到人形的部分 现在只要 大家有迁移的地方 比较适当的地点 如果想台电 目前都是全力配合 立委由玉兰表示 政府664亿元 可投入人形道 改善工程的预算中 需要一定的比例以上 用于电感 变电箱迁移 或地下化的工程 并与地方政府 积极合作 保障人形道的使用安全 记者林奇会 台北报导 迎接全民普发6000元的商机 台北市政府4月17号起 推出2023 Let's go 台北消费欢乐抽的活动 超过14万名大众热情参与 创造了30亿元以上的登录金额 台北市财运贩局副习长 吴欣佩按下确认键后 2023Let's go台北 消费欢乐抽活动最大奖 现金500万元得主出炉 竟然只花了990元就中奖 他消费990元 真的假的 你说99000就算了 一起开车车 比比恭喜得主 活动二奖 价值超过200万元的 邮电混合车得主 也仅在百货花了1275元 就幸运获奖 不过接到得奖通知 这位幸运儿却出乎意料的冷静 你获得了价值200万元的 Lexus高级邮电车 你有点冷静耶 非常的平静 这项由台北市政府举办的 消费发票登录抽奖活动 从4月17号起为期一个半月的时间 就获得超过14万位民众响应 活动登录比数超过200万笔 共创造30亿元以上的登录金额 刺激消费的成效十足 Let's go台北消费欢乐抽的消费登录活动 我们是从4月份就展开 那么4月17号来开放这个发票 或者是收据的登录到5月底截止 那到截止日为止呢 我们整个这个参与我们这个发票登录平台的人数 有高达14万人加入这个平台 那么登录的这个总比数 每一笔都是200块以上的这个发票 有高达200万笔 那同时总登录的金额也达到了这个突破30亿元的这样的一个成绩 除了最大奖的现金500万元 及二奖的油电混合车 压轴的总抽活动 还抽出黄金一辆等450项精选好礼 以及176份市民专属加码抽好礼 虽然消费欢乐抽活动画下圆满据点 不过由北市府攜手台北市商家 从4月份推出的五大购优惠活动 将持续到6月底为止 接下来台北市政府也会陆续推出各项重大活动 特别在商圈的部分 每月都会有特色主题活动 欢迎国人多到台北市消费 体验台北市的城市魅力与美好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 接下来我带你来看台北市推动多元友善旅游再传捷报 国际知名的穆斯林旅游推广公司新月平等 在新加坡举行颁奖典礼 台北市首度货颁最有潜力 穆斯林友善旅游目的地的城市奖 拓展穆斯林旅游商机台北市再传捷报 国际知名穆斯林旅游推广公司新月平等 将台北市评为最有潜力 穆斯林友善旅游目的地的城市奖 对积极营造多元友善旅游环境的台北市来说 是一大肯定 其实台北我们希望给大家的一个就是安全安心 而且多元又便利 那在这个多元底下 我们非常荣幸的就获得 其实世界很知名的新月平等 世界所谓的非穆斯林合作组织里面的 最有潜力的一个友善穆斯林的城市旅游目的地 那这我觉得是对于台北在推多元观光的部分 是一个实质的肯定 那其实在不管是在穆斯林或者各个族群 或国内国旅这个部分 我们其实台北都扮演一个友善安全安心 多元的一个旅游城市 所以呢我们夏天大道成夏日节长达51天 欢迎大家来到台北旅游 为了让每位到访台北市的穆斯林旅客 能够安心用餐旅游和住宿 目前台北市拥有超过60间穆斯林友善住宿及餐饮店家 并有超过30个景点及公共场所设有祈祷室或静下设施 而在文化推广部分 目前刚结束的2023台北开拆节活动 也吸引了将近3万人到场同欢 台北市观察局方面表示 在疫情解封后 全国人口有6成属于穆斯林的马来西亚旅客 今年来台人数已经突破10万人 因此台北市今年8月也将赴马来西亚推广观光 并且串联台北各项穆斯林友善资源 推出专属游城 希望吸引更多穆斯林旅客来台北游玩 记者张旗腾台北报道 为了减轻中低收入户房贷族的压力 内政部宣布中产以下自用住宅贷款户支持专案 6月1号起开始受理 符合资格的民众只要透过营建署官网 线上申请即可 在内政部长林友昌 营建署长吴兴修修 及今晚会与金融街代表共同组织下 总经费165亿的中产以下 自用住宅贷款户支持专案 6月1号起正式开放线上申请 希望透过政府与社会的力量 给予经济落实者实际的支持 台湾虽然防疫的工作 还有经济的表现 都在世界上名列前 不过我们还是有非常多的民众 包括许多的中低性的一个民众 其实经济跟社会上 也受到蛮大的一个冲击 所以这一次在行政院的议后 这个特别条例里面 我们特别争取 针对我们中产以下自用户 的住宅贷款户的一个支持专案 这个专案的预算有165亿 就是希望能够透过政府 跟社会的力量 对于我们中低性的这些防贷户 能够给予实质上强力的一个支持 为了让这项福利政策顺利实施 营建署方面提前两周 开放90线的免费咨询专线 开放至今累计超过1万5千通 对政策说明产生极大的帮助 还好我们的准备的涨 所以这两个礼拜 有接近了1万5千通 等这个咨询的一个电话 可见许多民众对这个方案 其实是非常的期待 经过三个多月跨部会整合努力 中裁以下房屋贷款户支持方案 提供简单安全的申请方式 民众只要进入单一路口网站 一键按下即可 牛昌也强调 这项专案采线上申请方式 后续支持金将由政府 直接拨付到申请人个人账户 不会发简讯打电话 或通过email通知 请民众提高警觉 这个最快的话 我们会在7月上旬 就能够把这个金额 直接拨到你原本约定的 缴纳贷款本息的账户里面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提供一个 最安全的一个申请的平台 那另外也阻绝这个诈骗 然后把这个金额 是直接会拨到你的账户里面 申请条件包括限定仅持有一户 核贷金额上限台北市850万 给予五都及县市700万以内 以及申请的110年 各类所得总额为120万元以下等 符合资格审查过关后 最快7月初就可以领到 每月3万元的支持金 预估可加费55万户房贷族 记者张琪辰台北报导 一年有13万人次入场的 玉城公园游泳池 因为建筑安全的问题 6月起将局部闭馆 7月则全面封管改建 炎热的天气 民众在泳池游泳 运动健身也享受清凉 这里是玉城公园游泳池 由于设施完善 加上交通便利 一年有13万人次入场 不过这一栋 民国73年新建的建筑物 在民国108年即出现 有碎石掉下来 111年更出现大片水泥块掉落意外 今年3月经过专家鉴定建筑物 绿离子成分过高 就是俗称的海沙屋 因此台北市体育局决定 6月起局部闭馆 仅开放陈泳泳科使用 7月起全面封管进行改建 施工期两年 3月9号的时候 我们开了一个 在南港运动中心开了一个工厅会 那工厅会里面的 大多数人的决议 就是也是形象于重建 因为它重建的这个 补强的费率 高于这个重建的费率 一半 50%以上 所以那么多数人的建议说 这个朝向这个重建的 这个目标前进 大概重建的时间 大概一年27个月 大概经费1亿2000万 现在这个状况就是 为了安全起见 也为了这个避免 这个里面受到损害 所以预定在6月底 5月31号 5月31号闭馆 那6月1号开始 只能成用 从早上5点半到7点半 7点半到8点之间 给予关系 8点钟以后就不能够 游泳了 那么7月1号前面停止 对于这项消息 游泳客觉得很可惜 由于暑假将至 也有民众建议 是否能延到8月底之后 在风管改建比较理想 就是因为本身住台北市 然后就是 这边封闭之后 可能对于 平常的训练啊 或是教课 可能就会比较 少一个泳池可以用 就是场地选择少 对而且这边离捷运站也很近 就是没有开车的 只要自己交工具的人很方便啦 当然不方便啦 因为早上这里的游泳设备 这里算很好的设备 没有我们就要另找地方 那就造成很多 尤其成泳的啦 尤其暑假到啦 血统他们要跑去哪里 对啊 因为你看 七八月就是儿童最想玩水游泳的地方 这里设备大概台北市最好的地方 所以应当最好是 沿到八月底之后 让孩童有一个很好的去处 那是比较理想 为了让民众在玉城公园游泳池改建期间 能有其他可替代游泳运动场所 台北市体育局方面已经协调临近城的国中 南港运动中心 内湖运动中心 松山运动中心 信义运动中心 大湖公园游泳池 及三名公园游泳池这七处地点作为替代方案 并提供公益时段和禁牢卡扣点服务 方便民众前往 记者张其腾台北报道 我们换个角度来瞧瞧 所以记住眼见不一定为真 科技进步人人都可以是记者是编辑 有字有图有标题越耸动让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无聊来玩玩而已 另外还有照片合成技术造假就更容易 还有现在很夯的AI技术可以一花节目 不是他说的都会变成他说的 那该怎么办教你简单小推幅 一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这会不会是假的 二养成查证讯息的习惯看看新闻来源 作者还有日期更要通过各种管道来查证 破解假讯息行动四不如要 不要只看标题 不要分享 不要按赞 不要惊慌 要查证要查证要查证 中佳其盘关心您 联办13年的台北上海双城论坛 在台北市议会引爆台北市长蒋万安 与台北市议员何梦化激烈的言辞交锋 双方对话火爆连议会主席都速度很停 要两个人好好问话好好回答 台北市长蒋万安5月22号在台北市议会进行专案报告 针对台北上海双城论坛 蒋万表示这项城市交流活动已经连办13年 今年会继续举办 不过市议员何梦化咨询时表示 蒋万安选前曾说共激不老台才办双城论坛 质疑背弃选前承诺 您在选前的时候您说了什么 我们可以照您刚刚讲 你说柯文哲好龙斌 好我问的是你蒋万安市长 你自己在选前说什么 共激不老台 如果共激不老台 你才会办双城论坛 那请问现在这个承诺到底有没有效 蒋万安则以副总统赖清德日前才说 不应该放弃与中国交流的机会 陆委会也肯定历届双城论坛成果 蒋万安更反问何梦化 是要公开打脸陆委会吗 副总统也是民进党的总统参选 你知道他说过什么 他在上个星期公开表示 好市长 要透过合作 您不要拿中央来说 中央的态度一直非常的明确 两岸交流态度 中央一直非常明确 而您非常的不明确 您在选前说 您坐这三个城都抬不去 而你选后你只会说 时间暂停 这是赖清德你们民进党总统 这是我的咨询时间 您到底会出席双城论坛 你刚刚给不出一个答案 你现在可以吗 跟预言报告 上个星期五月十八号 陆委会公开出来讲话 那我现在请问你 您要怎么样子来预防说 您的身份被中国来吃豆腐 我们现在看下一张的POINT 甚至说他愿意提供适当的协助 他甚至举台北登记的例子 这是好的经验 要延续下去 议员你要公开打脸陆委会吗 两人激烈延迟交锋场面火爆 让议会主席副议长叶林传多次喊停 提醒双方好好问好好答 请暂停 两位请暂停 好好问好好答 市政交流 市长请你好好回答我的问题 你好好 立方 据了解 由台北市与上海市轮流举办的双城论坛 预计今年夏天在上海举行 蒋安强调会秉持对等尊严友善互惠原则 分享两世发展经验 藉由观光文化体育等领域的交流合作 促进双方城市发展 并增进四名福祉 记者张其腾台北报道 桃园有一名摆魔工 透过上网自学 竟然在家里种起了大麻 警方接获献报破门搜索 赫兰发现大麻森林 现场共查扣了112株的大麻植株 市价约560万元 全案已经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 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 警方破门而入 赫兰嫌犯趴下不准动 随后搜索 发现枝叶生长茂密 宛如一片森林的大麻猪 刑事局日前接获勤资 从事把某林实供的消性嫌犯 涉嫌栽中恶景毒品大麻 于是组成专案小组调查 经过密集跟间收证 终于在桃园 嫌犯住处查获市价约560万元的 112株大麻子株 大麻烟草及栽种设备等 我们在今年年初的时候 接获检举 那检举说有民众在自家呢 自己来种植大麻 那本案呢 我们大概经过了两个月到四个月的 一个查契以及溯源 那我们最后呢 在桃园的阳梅区 我们查获到了一个消性犯嫌 在自家呢 自学 然后买了种子 种植大麻 那经过 检察官跟法官核发的区票及搜索票 我们在该处处呢 查获了112株的大麻 以及相关的大麻的一些产品 以及相关的植物生长根 以及栽种的工具 以及不法赃款 那这个案子呢 我们调查发现呢 这个犯嫌呢 是绍网自己去学习 种植大麻的技术 以牵插法 来加速这个大麻的一个种植 嫌犯共称大麻种子 是向有人取得 自行私用没有贩售 不过警方怀疑人有共犯 持续追查中 并将全案依违反毒品 危害防治条例 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 经过检查官升押后 嫌犯也被法院裁定 积押警检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 台北市中山区健康服务中心 与台北市社区营养推广中心 合作办理 全骨及未精致杂粮料理体验课程 用简单的器具 制作出软质健康又美味的料理 国建署建议三餐的主食 至少要有三分之一以上 来自全骨及未精致杂粮食物 以摄取丰富的维生素 矿物质及膳食纤维等营养素 但台北市社区营养推广中心 111年调查 北市65岁以上社区长者 不吃或少吃全骨及未精致杂粮的原因 有36.4%长者表示口感太硬咬不动 有15.2%长者觉得烹煮不易 进而降低接受度 那因为大家都知道 现在已经是高龄化的社会 台北市跟中山区 我们已经是超高龄了 那在超高龄的社会之下 国药老化跟延缓食人非常重要 营养更不可以缺食 所以我们在跟营养推广中心这边合作的时候 就会发觉去年度 营养推广中心做的问卷调查 社区的长辈跟民众不喜欢吃全骨类 但是全骨类又是我们平常营养理念三餐 三分之一都是需要靠全骨类 所以也是因为这样子 我们在今年度结合了营养推广中心 还有内湖国泰 张其然老师 营养师 那我们推广了 如何让群骨类变好吃又是软质 更重要就是像族居的长辈跟上班族 如何运用简单的食材料理 可以做出好吃营养又上手的一个食物 那大家都知道国人的一个慢性疾病的灵犯率不断的增加 而且年龄不断的下降 那预防最好的方法的话 就是在饮食的一个方式 跟饮食六大类食物的一个组合的一个结构 这是一个最好的一个预防方式 那在六大类食物的组合结构当中 全骨杂粮类是非常重要的营养来源 大家都知道这个骨类 它基本上来说含有最有价值的部分的话 就是在它的骨皮层跟那个米糠层 那骨皮层跟米糠层的部分的话 会根据我们这个骨类跟胃精致的这个杂粮 它的加工精致程度不同 它的营养的保留程度就会不一样 那所以基本上来说像草米啊 或者是说像那个红衣人 这一类的这个全骨类的话 它的营养价值是相对百米来的高的 那另外的话像地瓜南瓜或者是像植米 它里面所含的这个植化素 那其实含有很好的抗氧化功能 对我们身体健康也非常重要 那所以这类食物大家就知道说 它里面含有很好的这个膳食纤维 那这膳食纤维除了预防肠癌之外 还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那另外的话还可以预防这个血糖的一个快速的上升 对血糖的控制非常有幫忙 那所以大家在健康饮食的时候 千万不要说都不吃这些全骨杂粮类 因为他们还是对老年人来说 维持我们健康非常的重要 然后包括就是说我们在吃的时候 刚刚主任有提到 我们可能在三分之一里面应该要有这些全骨的来源 才能够有足够的营养的一个供给 包括就是维生素B群 还有在配合当中的维生素E 以及矿物质钾跟鎂等等 这些营养素都非常的丰富 那在身体当中的角色非常重要 那所以我们在饮食当中就要注意一下 是不是有配到这样足够的一个比例 因为我们的老年人尤其如果说他消化重能退化 他能吃的比例比较低 跟这个时候能够给他高营养的食物的话 就非常的重要 另外营养师张诗兰也强调要巧作原型食物 因应即将到来的端午节 制作创意肉粽 提供给民众参考食谱 当初会想要做这道料理 主要是因为我们在调查里面 我们在社区调查里面 发现小朋友非常 对能够接受的全骨杂粮是殖民 那再来的话第二个就是说 因为我们都担心的是种植的热量过高的时候 我们就想办法要把中间的热量一降低 所以我们就选了一个全骨杂粮的 我们全骨杂粮要选了植民 之后我们中间的内馅呢 我们选的是乳酪丝 那主要是因为乳酪丝 其实它有带一点咸咸的口感 就再加上植糯米的一个味道 所以它就是会一个咸咸甜甜 所以老少会比较咸宜 那我们这边是强调的是说 因为植民它是属于全骨杂粮会比较硬 做料理食谱升级办 我是一个七十岁的奶奶 带着我七岁的孙子 来叙述我这次上课的成果 那天我用老师教的食谱 使用了全骨 跟味精致的杂粮做食材 竟然能够简单的把六大类食物 甚至中医的药食同源 全部用上并且只要用一只手指压下这个电锅 就完成了 那天孙子用表情告诉我 那份餐饮的特殊 我从来没有见过他那么迫不及待 那么狼吞虎咽的吃东西 我情不自禁的就拍下了几张相片 现在轮到我迫不及待的想跟大家分享 所以我就做这一份资料 猜猜看 这些食物好吃吗 好吃 这次的课程刚好是安排在过年期间 所以我们家里的亲戚朋友 是从南到北全部都聚集在一起 参加家庭聚会 我也用了老师教的菜式做 给我养近90岁的哥哥吃 我的大哥对我也是赞不绝口 你真的没有想到 我年纪这么大的哥哥 和我年纪这么小的孙子 都能够同样的喜欢 这样的食材跟做法 彻底的颠覆了 全骨及未精致杂粮食物 不好吃的刻板印象 他营养适口 他简单易做 我对这满意极了 所以特别提出来跟大家分享 谢谢 谢谢东奶奶的现身说法 那也就是请各位媒体记者们 帮我们广为宣传 那我们这一次 这一个食谱限量500份 那我们在106年也有第一版的食谱 是高鲜的食谱 所以在这次记者会后 我们500份 有兴趣的民众们 可以洽询中山区健康服务中心 以外 我们中山区有42个礼 所有的礼办公室 现在手上都有这个手册 所以欢迎民众们 可以踊跃来搜寻 台电北市区一页处 召开座谈会 为即将来临的夏季用电高峰 预做准备 协助大用电户 简单用电 轻松省电 减少电费的支出 炎了午后 进入百货商场 不但能逛街购物消费 还能享受清凉 不过在4月店家调整 加上今年1月 新间离风时间电价的 时间带往后延 包括百货旅馆及医院等 长时间进行空调照明的 营业场所成本也随之增加 有百货业者就预估 尖峰时段最多恐增加20% 调整电价当然对 这个电价的这个 是一个很大的 那应该有调整电价 像尖峰用电这个差的 我们的电费 也有20%以上的 一个支出 对此台电北市区营业处方面 特别举办第二次大用电户 座谈会 邀请夜间时段 有负载用电的高压用户 包含百货旅馆及医院等 用户代表举办座谈会 说明新间离风时间电价 新旧时间带的差异 以及4月起实施的新电价表 并提供相关配套措施 辅导大用电户选用 合适的方式降低用电 4月份有一个新电价的调整 当然大用户调整的幅度 确实比以前多了一点 那当然是我们必须要让用户 能够符合这个 新时间带的调整也有移动 所以我们必须让用户很清楚的了解 然后来根据他的用电形态 然后做最四行的一个调配以后 能达到他电价最省的目的 所以说我们今年特别针对大用户 今天办的是第二场 那医院百货旅馆这三大类用户 那最主要是这今年开始大量的太阳能 发电来加入系统 白天我们供电是非常充裕的 那随着这个晚上 这个太阳渐渐消失 我们要用到其他这个机组的时候 那需要一些用户来配合 调整这个时间带 那也能够达到净零减碳的这个目的 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台电北市区营业处处长张建川也建议 大用户可以从空调及照明等方向 着手改善有效降低用电成本 最主要是根据用电形态 比如说这个空调用电量比较大 那是不是空调如果是大型的机组 如果时间久了是不是太放高效能的 那另外一个就是配合他的人流的控制 有一些调节的措施 甚至说有一些温度可以适度再调高一点 因为到了晚上的时候温度没有那么热 那这个可以省下很多队 那照明也是这个其中的之一 那现在那个LED的照明效率高很多 那可能他们过去没有全面的去台湾LED 那我们希望大家能够盘点一下 那至于说我们地下室的通风 厅上的通风 事实上如果到晚上是不是可以减半来开启 那尤其到六点到八点这段时间开启 我想对他这个尖峰的 因为晚上都是尖峰的电价 对他电价节省会有很大的帮助 配合今年四月起电价调整 台电北市区处除了设立新电价咨询窗口 在座谈会中还仿效餐饮业寄出了桌边服务 针对用户所提出的问题 面对面进行沟通和解说 希望协助用电大户聪明用电节省成本 也能促使再生人员发展 共创三营 记者张旗腾台北报导 在这里来看 数位身份证换发政策 因资安争议太大暂缓推动 厂商向政府求偿 加上已经采购的机器和场地费 以及维持运转费 总计超过10亿元 将由全民埋单 国民党立委赖世报批评政府 让人民被锅 错误的政策已成烂尾楼 数位身份证换发政策 因为资安争议太大 暂缓推动 厂商向政府求偿 加上以采购机器和场地费 维持运转费 总计于10亿元 将由全民买单 持续追踪议题的国民党立委 赖世报表示 有资安隐忧的数位身份证 已成烂尾楼 2019年 内政部在规划案 尚未完成的阶段 就办招标 委托中央印制厂 采购三亿多元的设备 厂商也进行备料 后来发现 内政部的数位身份证规划委员会 这些委员都是 这些外部委员都是退休的公务人员 法治规范可以说付诸券理 与民间沟通的会议记录 也无端的从网站消失 所有的程序内容都尚未完备的情形之下 就在2020年炒帅宣布政策将于2021年来上路 这些计划送到立法院之后 当然备受立法委员 学界以及民间团体的质疑 反对的声浪不断 行政院在此情况之下 只好匆匆的宣布 账款执行 当时是 行政院是由前行政院老书曾昌来做宣布 从2019到2020两年间 行政单位一连串的硕误政策 导致现在国家面临十几亿的损失 请问执政的民进党政府 谁要来为这笔案战来负责 是不是应该由当时决策的赖清德 自抛腰包来负责 而不应该由全民来帮他买单 赖清德现在是民进党 所推出的2024的总统候选人 是不是应该要为这件事情 来表达他的立场 向全民说清楚 讲明白 为何他推出来的政策无法执行 又造成我们国库这么大的一个场上 这么大的一个损失 所谓错误的政策比贪污还可怕 本件贸然推动数位身份证的政策 不就是这样的例子 我们看到德国有专法 日本有专法 爱沙尼亚有专法 中华民国专法还没有通过 他怎么可以先展后座 政治凌驾一切就来推了 我在这里积极的主张 也是我们党团的主张 没有治安 没有治安就没有资格谈EID 没有治安就没有数位身份证 大家都非常清楚 因为最近国人受诈骗集团的诈骗不顺其了 我不知道各位怎么样 我的手机一两天就有一桶诈骗的 那个警讯来 每天几乎每天都有 我现在打开都有 打开都有 LINE里面也会有 为什么 各自被害了 我们看到 这个 这个叫Bridge Forum 我们都了解 台湾的人民 包括你我 两千三百万人 我们的各自被卖 透过这个Bridge Forum 这个论坛在卖 在美国那边卖 卖多少钱 5千块美金 5千块美金 就 把我们两千三百万人的个资 通通买走了在那里卖 这个 资料 2023年 今年 三月十五号 负责人家 Bridge Patrick Bridge Patrick Bridge Patrick 被抓 他被美国抓到了 美国联邦 MBI抓到 在纽约抓到 在纽约抓到 抓到了以后各位 他们的法院 在纽约 美金尼亚的法院 你看到 美金尼亚的法院 写了一个 可以怎么样 可以 要通知 Crime victim 就是受害者 我们是受害者吧 台湾的两千三百万人 各自被 害走被卖走 我们是受害人了 可以 接到通知 可以去 要求协助 我们总是 要有人去跟 这个 这一位 就是 美国去跟他 要资料也好 或者说到底 资料从什么 要出来的 我们可以 主持者 已经被美国抓到了 美国政府抓到了 而且法院公开说 受害者可以去请求 你们的权利 我们就受害者 中华民国 台湾这个地方 就是受害者啊 我们政府在哪里啊 我们政府来 那不应该有代表去 罗吉尼亚的法院 去跟他请求 权利 最少最少 要知道 到底谁或这资料 用去卖 结果我们看到 我们这五位 赖世宝强调 没有资安 就没有资格 谈数位身份证 他表示 若现在还不愿意 宣布停顺 就是让全民继续负担 数位身份证的浅坑 记者温君台北报道 散播假消息 好可怕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接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轻流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避之为恐怖 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 他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他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他不追究这事真实案例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一定要聪明辨别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 金融市议会在审查金融市政府官销处编列 基隆最佳寿司大赛活动预算时 引爆了议员们的口角冲突 剧中协调的议长同志为肯定议员们的表现 也会公开从冲突到妥协 到圆满解决的做法 站成全部删除五百万元预算和反对删除预算的 市议员护杠擦枪走火双方情绪一度相当激动 而听到喊出要动用表决双方更是火大草成一团 互不相让 基隆市议会在审查金融市政府官销处编列 基隆最佳寿司大赛活动五百万元预算时 引爆基隆市议员在这次定期大会中最大的口角冲突 剧中协调的议长童子伟强调 各党派都有各党派的看法和立场 因此从冲突到妥协到圆满解决预算问题 身为议会大家长的他 肯定所有议员们的表现也落实市议会公开透明的做法 我们这一次定期会中大家非常激烈讨论的一个过程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冲突妥协进步的一个过程 我想这非常符合民主的价值跟精神 所以我们身为议长的角色适度的开放大家做沟通 因为我们每一个名义代表 每一个代议室都是来自不同选区 代表着各自的名义 我想有很多沟通的过程是对政治价值来说是非常好的一个民主精神 那对市政府来说也是一种妥协跟进步的过程 因为监督市政像昨天的施安 特别提出来我们 徐瑞茨议员特别提出来这个问题 让市政府也注意到我们接下来该怎么调整 跟在政策上的改变 那我想预算的协商 昨天经过大家激烈的讨论 我觉得我们在协商的过程中算是 还算完美的落幕 就像预算还是正式的通过 那我想国民党团有国民党团的立场 民进党团也有民进党团的立场 无党籍的角色也必须扮演得很好 所以我觉得我昨天这个过程中 我觉得基本上我们是一个非常肯定 我们所有代议室的状态 大家沟通过程在议事厅里面来做讨论 就是让记者朋友 让市民朋友都知道 市议会就是一个透明公开 每一个代议室都代表各自的选民的声音 由于在这一届新议会中 国民党和民进党两大党各有12席议员 而无党籍议员也扮演关键性的角色 因此在冲突中 议长佟子委也协调市长谢国良 分别沟通双方赞成和反对的议员 从冲突妥协到进步 共同达成政治上的圆满 持续推动市政的进步 国民党团在议会 本届的议会有12席议员 那民进党团在本届的议会 也是12席议员 那我跟市长分别扮演着 我们自己党团的一个角色 所以在双方冲突的过程中 那我跟市长协商 我们彼此国民两党团 可以接受的部分 可以回应市民 可以对市民交代的部分 来做双方的协商 所以我们讨论完以后 请大家也稍微理性的沟通 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过程 那我跟市长其实 昨天市长也相当的辛苦 来要沟通自己党团 那我们也跟自己的党团 做充分的沟通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政治妥协进步的一个过程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再带你来看 金融市议员许瑞慈在咨询时 指控金融住宿市长照机构不足 一床难求 导致有的人被迫安置到其他的县市 却发生了疑似受虐的情况 社会处已经派人南下关怀了解 市长谢国良说 对于长照人力及长照设施不足的部分 会召开专案会议 跨局处来检讨 对这样的一个案件 它是一个未满65岁以上的一个独居市民 照他这样的一个状况呢 我们先透过1966机构喘息 但是他只能两个礼拜到一个月的时间 然后呢 接下来他要入住机构 为什么会没办法入住机构 我来跟你说明一下 因为本市 身上的住宿机构已经满床 他这样的一个状况 要转介到彰化市 这样的一个个案 市长你知道吗 还有多少的个案你知道吗 而我昨天得知了这个消息后 立即的询问我们的科长 科长今天派人督导 社工一起下去彰化关怀 市长 你有多少的人力编制 可以在发生这样机构暴力事件之后 再派督导跟社工下去关怀 那其他的业务量该怎么办 那如果没有议员关心 这样的一个独居市民 他该何去何从 那让我们来一起看一下这张机构的表格 他非常的复杂 就旧有的法规设立来说 我们分为不同种的机构 身脏机构 安养机构 养护机构 长期照顾型机构 跟护理之家 还有住宿型厂照机构 市长跟处长 还有卫生局长 你们能够分辨出这样的一个差异吗 我想由市长来回答我 报告议员 我对于基隆市长照 或者是一些身心障碍的朋友们 需要更多的照顾的机构 跟照顾的机制的需求是短缺 而且需要很积极的来增加 这一点我是有体认的 那对于这个不同的这种 照顾机构 跟他们的定义 跟他们收容的方式 透过你的表格 可以比较清楚的了解 谢谢你 学慈强调 基隆老年人口比例高达19.4 全国第六 但长照需求量确实不足 我们的照顾服务员的一个培训课程 他必须受到训练 九十几个小时后 然后还要上加值课程 各20 20小时以后 他符合资格 拿到长照小卡 他才能够从事为照顾服务员 那这样的一个照顾服务员的课程 的安排在基隆市 第一 非常欠缺 哦 我懂了 那欠缺 培养这样子的机制跟鼓励 你市长 处长都非常的清楚 能力不足 却办训课程 却办训课程非常的少 还有上完课九十几个小时哦 有的要上完快要一个月哦 一个月上完之后 他要先换长照小卡 具有资格 他才能再去上加值课程 加值课程一年只开两场 他没有上完这些加值课程 有些机构他是不能服务的 我想我们是不是可以 比较大规模的跟 卫生局长跟社会主长研究后 跟议员也请教一下 是不是可以比较大规模 来做这些培训 然后甚至给他们鼓励 他们愿意投入这个职场 政府也可以给他们一些 更多的一些激励 我们来探讨一下 这个激励是什么 但是我想这个会后 我们一定会开一个 很认真的会议来讨论 这些人力的不足 然后给一个很明确的方案 然后这个方案再请议员指导 这个方案里面应该是有包括 要用更大的心力来培训 这个更多的训练人力 就如同您说的 过去13年也没有很大的改变 那我们这个团队也还算是 算是新上任的 尤其是卫生局 我想我们会尽快的来 来做这样子的准备 市长谢国梁承诺 未来将亲自召开专案会议 加紧建设长照机构 及增补人力 记者黄绍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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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正区 封忍街停六停车场 已经由市府公务处上网办理 招标 将提供200多个停车位 但由于公区 紧邻民房 市长请相关单位 审慎施工 一块了解 中正区封忍街停六停车场预定地 由于公区紧邻民房 市长谢国梁特别到现场会刊 请相关单位审慎施工 避免出现类似天坑的问题 因为台北市出现天坑 就怕它挖的时候 太临近 太临近 而现场国有地的停车场上 目前有100多个停车位 是附近居民 长期以来的停车空间 当地里长希望 市府要规划好 工程期间的临时停车位 避免造成民怨 市长 我们都讲你 这已经三年的了 要讲很多 屁要都放在那边坐 车子放在那边 我请问一下 包括民众停车 这些车辆要消化到哪边 那据我所了解 除了说我们增加停车格的早以外 那其实有很多是嫌弃车辆 就是它长时间占油 它不移开 那这些车辆我觉得 应该要有一个统一的办法 我们要把这个事情跟大家讲 因为这个六月底 如果再不发报会收回 那我有跟公务总局的局长 讲过这个事情 原则上 他也再多给我们一点时间 但重点就是说 做要做 但是我们还是提 在做这个过程中 安全要顾 地方的停车的疏导也要顾 市长谢国良表示 原先希望透过整合都更的方式 安排规划 但经过都发处核算后 认为有困难性 因此市长特别指示相关单位 务必要更加谨慎 找出优良的厂商来施工 要妥善处理在地反应的问题 让工程顺利推动 改善当地环境 因为里长他们有特别提到 希望文化局的部分能来做整合 所以我们针对 文化局是不是那边有空间可以停车 对 就是说文化局我们也做跨局出一个整合 现阶段文化局会请他们委员的厂商来评估 就是说后续代文化局后方的 就是这个地方 后方的地方 可以停车 对可以停几台 目前是可以停40到60个一个车位 就是说里长他们是希望说 在临近的地方也有停车的空间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以上就今天的中佳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佳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散播假消息 好可怕 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接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亲友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 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 她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她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她不追究 如果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疫情期间假消息 可能就在您身边一定要聪明辨别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分享前再想一下 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分享前再想一下 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